真是人不可貌相 如果你不说 我真的看不出来 他们会做那样的事情 苏菲心中感叹着 多棒的一对俊男美女呀 是啊 两人一起策划那件事 包括偷到祭坛礼品 和抢神髓猪等等 他们算准我是修炼无法分心 才下的手 想不到 事情并不顺利 很快就被黑曼巴克察觉到 于是他们两位王将 带领着他们的属下 彼此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死伤得很惨重 贾文带着贝瑞萨 在他手下掩护之下 逃到索尔所供 你的外祖祖父也跟了过去 奥萨罗的声音冷冷 却带着一丝苦涩的感情 苏菲心中一震 曾祖父为了保护外婆 把她封印之后丢到索尔所供 毕竟是在人族大陆 魔族生存的优势要大得多 不过 她大概没有想到 之后反叛者也会逃顿到索尔所供吧 我的曾外祖 后来就没再回来过 他们三个都没有回来过 奥萨罗常吁出一口气 我去索尔所供找过 但是因为时间太长了 线索太过破碎凌乱 奥萨罗 你受了很重的伤吗 用了很长时间恢复 苏菲想了想 还有 你这么强大 怎么可能找不到你曾经的属下呢 她的灵魂不是归你管设的吗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情况很不巧 我受到法则反噬之后 遭遇到加文的暗算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恢复一些 法则 也是法则吗 苏菲咧了咧嘴 也难怪 没有最可怕 只有更可怕 人家修炼顶多魔法元素 精神力受到反噬 大人物就是不同 连反噬也是在法则那个层面上的 她忽然意识到她的用词 易仙 你 你还没有好权吗 她注视着她 心中开始替她担忧 在你受到法则攻击的时候 我还没有好权 奥萨罗并不习惯别人为她担忧 但对面的女孩子 眼中浓浓的忧涩 却使她感到一阵暖意 不过帮你解除法则攻击的时候 我已经没事了 看着她扬起小小玲珑的下巴 目光变得深邃 吐出一口气 那就好 除非他们提到我的名字 否则 我无法在魔戒之外的地方找到他们 她补充回答着她的问题 原来如此 其实是加文带走了贝瑞萨 苏菲轻轻地点了点头 奥萨罗疑惑地望着苏菲 这有区别吗 如果贝瑞萨是被冤枉的呢 说不定是加文把她抢走的 苏菲说完就后悔了 她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自己为什么要帮贝瑞萨讲话 她连忙皱皱鼻子 说道 他们两个太可恶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把魔戒弄成这个样子 原本不想多说的奥萨罗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了 这事如果追究起来 与诺威尔脱不了干系 诺威尔 苏菲听得出她的语气 有些不自然 雅瑞萨和诺威尔很熟吗 反正肯定认识 不然诺威尔也不会说 人族女人常喝蜂蜜水 这里还有哪个是人族女人呢 她那个耐人寻味的眼神 让苏菲印象颇为深刻 苏菲 你觉得诺威尔怎么样 奥萨罗忽然语调缓慢地 问出这么一句 她尽量保持着若无其事的神态 但是她的内心一点也不平静 一想到诺威尔那个笑容 对苏菲产生的影响 她就有些难以自控 她并不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也不是对苏菲没信心 她心里非常清楚苏菲 对她的感情 可是 她一点也不喜欢诺威尔 靠近苏菲 一点也不喜欢 看她对着她笑嘻嘻的样子 不过 她却在心里对自己说着 与那个堆满笑脸 善于讨好的诺威尔相比 或许自己的确不知道 该怎么样 才能讨得女人的欢心 用笑容吗 她的嘴角刚刚向上弯了一下 很快又恢复了原状 很好啊 苏菲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样闻 她随口打倒 虽然我们两个长得差不多 泡萨罗顿了顿 但却完全不同 她对她的凝视 更加专注了 我知道啊 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嘛 苏菲笑道 不过性格却不一样 你刚才说此事与诺威尔有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丝毫没有察觉 魔王大人别扭的心里 此刻 她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奥萨罗轻咳了一声 只好说道 创世神给奥萨罗的妻子 留下了一件东西 是诺威尔告诉 她明知道想要获得那个东西 必须满足一定条件 还是坏心眼地怂恿 白瑞萨罗轻咳尔去 去来找我要她 她看了一眼苏菲接着道 现在想想 也许白瑞萨无法忍受 我对她的视而不见 所以才联合加温 有了那个东西又是怎么样的 就会获得创世神的赐福吗 苏菲的眉头轻皱起来 表示她是你的王后了 如果不是重要的东西 她很难想象 白瑞萨为什么就此而冒险 还是说 盗取那东西只是顺便的 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 还是想获得神随诸 不 诺威尔是这样告诉白瑞萨的 她说 那是创世神留下这个世界的本源之力 苏菲趴在小葵宫殿里 自己的房间窗户上 看着外面的大午发呆 就在两天前 她突然知道了很多魔戒的秘密 奥萨罗头一次 在她面前讲了那么多话 对于她的转变 苏菲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她终于肯把肚子里藏着的那些秘密 透露出一些给她了 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是逐渐的清晰起来 尽管她仍是说一半留一半的 但至少这个是个好的开始 其实也蛮可以想象的 那个人族女子白瑞萨的心里 奥萨罗把她接到魔戒以后 就一直把她丢在一边 少闻少问 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无论哪个女人身上 可能都是无法忍受 何况是白瑞萨 单从她那本诗集上留下的评语里 就可以看出来 她是个相当自我 也很主动的女人 对于她和奥萨罗之间的关系 她这一方面一定也在努力过吧 不过她的努力 对于奥萨罗这样冷酷 而不解风情的男人时 可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站在白瑞萨的角度 考虑她的心理 在另一方面讲 人族女人的生命毕竟有限 与其在这里蹉跎 还不如扫下做打算 于是 她就把目标 转移到了佳文的身上 可是佳文 苏菲摇摇头 这个佳文看上去绝不简单 她怎么看 都不像是那种人 不过也难说 谁知道呢 英雄难过美人观吗 苏菲叹了口气 把目光从窗户上拉回来 她在沙发上坐下来 手里不自觉地 又拿起了那本诗集 不管怎样 用这样的方式放弃感情 夺取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对奥萨罗进行伤害 让魔界的人民自相残杀 这都是无法令人原谅的事情 何况 将人间玉罗蜂蜜收集 消灭这件事 也是背离了 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 令人无法认同 若与奥萨罗舍身 救世的仗义行为相比 这简直是天壤之别 所以 归根结底 还是 巴瑞萨和佳文 自身造成的那次破坏 可能这也是 贝蒂娜姐妹 始终不带进 她的原因吧 同样也是那一天 苏菲才从奥萨罗那里 得知了 贝蒂娜姐妹的故事 原来这两个姐妹 因为发现了 百瑞萨图谋不轨的 蛛丝马迹 所以 就很长时间 被她故意陷害和冤枉 后来让人关键了 可怕的魔界黑牢狱 痛不欲生 经历很长的时间 直到战争爆发 才被混乱中的 魔界士兵给释放出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战乱结束之后 她们也因为忠诚和勇敢 获得魔族大多数人的信任 身份地位 也相应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高 她们对于 百瑞萨 自然有着很深的怨气 而这怨气 也是自然而然的 被带到了奥萨罗 带回来的人族 苏菲的身上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背景 苏菲禁不住 感叹着自己的命运 尽管她们有怨气 但一直还在努力 克制自己的怨气 并没有故意做下什么 也没有给她造成 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因为就算她不说 她们可能也看得出来 她和奥萨罗之间 那不同寻常的关系 可贵的是 她们甚至没有利用奥萨罗 曾经有未婚妻的事情 来挖苦她 打击她 仅仅是不愿意 给她好脸子看而已 苏菲知道 她们将会是她的朋友 甩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苏菲的心情仍然有些激动 也许是因为诺威尔的提醒和竞争 奥萨罗决定提前安排她和苏菲 去索尔索贡的日期 每当想起这个时候 她就感觉到兴奋不已 甚至有点腹黑 感觉到奥萨罗对自己的在意 无论如何 都是让自己幸福的事情 不知不觉的 窗外的夜幕 已经开始悄悄降临 在此之前 她已经把窗户打开了 好让一片一片的雾气 飘进房间里 她感觉自己 渐渐开始喜欢 这个好像云层一般的白雾 是因为奥萨罗吗 雾气环绕中 哪怕是她一个人的时候 她也觉得 她就在她身边似的 突然 不知是怎么回事 苏菲感觉到一阵的天旋地转 她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 就一头栽倒在地 昏迷了过去 同一时刻 在遥远的龙之患大路上 传来一声大吼 苏菲 等着我 我来了 苏菲昏倒的时候 小妖正在妖精界里 教训导论的垃圾怪们 她感应到苏菲出事了 第一时间 从妖精界里 给冲了出来 她不仅自己出来了 还不小心将安东尼 和垃圾谷的怪物们 都给带了出来 苏菲 小妖惊叫了一声 你怎么了 可惜却得不到苏菲的回应 怪物们围了一圈 纷纷低头看着地上的苏菲 一个挨着一个 发出瓷习笔伏的惊叹声 小妖绕着苏菲猛飞 精神力扫描之后 却看不出任何的问题来 到底怎么了 这时安东尼 咔咔咔咔咔地 把挡在她身前的怪物们 扒了开 从地上抱起苏菲 然后将她转移到床上 她的这个动作 引起了小妖的惊呼 和怪物们的吵吵嚷嚷嚷 小妖把这些 吵吵嚷嚷的怪物们 全部丢回妖精界 才对安东尼一道 安东尼 你千万不要随便移动它 这次的昏迷 来得太过蹊跷了 如果一个不好 很有可能加重她的伤势的 谁知道呢 也许是伤势 我得赶快找人看看 她的心里六神无主之奇 此刻一串漫堂植物 将门打开冲了出来 贝蒂娜姐妹 此刻正在她房里聊着天 听到小妖的话 也是吃了一惊 小葵大人 有人袭击苏菲大人吗 没有啊 苏菲一直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我开起来掩饰模式 不过可以肯定 没有任何人进过她的房间 小葵也是有些莫名其妙 到底是魔族高手 贝蒂娜姐妹很快就看出 苏菲身上发生的情况 与她的契约兽有关 他们对于人族体质了解不多 也不敢轻易动手 只是用节气将苏菲罩住 然后赶紧传讯给彭彭杜大人 奥萨罗很快来了 尽管彭彭度 并不想打断她的工作 可是她也知道 奥萨罗对苏菲的重视程度 这一次原之所以没反应 是因为那并不是外来的攻击 完全是契约之力 在苏菲身上起到作用的缘故 小黑大人是魔戒神兽 而这次的进阶 的确是非同寻常的 与她之前的每一次进阶相比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她的实力 也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作为她的契约人 苏菲必然会受到影响 很自然的 她的魔力和精神力 也会获得更大的好处 但不仅有好处 对她人足孱弱的身体来说 也还面临着巨大的伤害 和严峻的考验 因为神兽本身太过强悍 与之相比 苏菲的实力实在是不够看 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脸盆里 硬是让她装下一玉膏水一样 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 但事实就是如此 秉退了贝蒂娜姐妹 眼见着急的小妖和沉默的安东尼 都眼巴巴地看着她 奥萨罗不由自主地开口道 苏菲不会有事 你们回妖精界去吧 她的声音低沉而平和 有着令人放心的肯定 是因为小黑吗 虽然听了贝蒂娜和菲奥娜的判断 可是小妖仍然忍不住 想要向魔王大人求证一下 小黑 她也不会有事吧 那只加魔诺罗已经进阶了 奥萨罗简短说明 并给小妖一个不再啰嗦的警告的眼神 小妖吓得二话不说 赶紧回了妖精界 接着 她发现安东尼还在外面 又手忙脚乱地把她给收了回来 然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魔王啊 凶巴巴的 实在是太吓人了 她用夸张的语气说道 奥萨罗把苏菲抱进自己的修炼空间 那是一个充满了各种魔法元素的空间 在一旁的空地上 有着一汪银白色的泉水 她利用苏菲身体中的圆的影响力 戒除苏菲昏迷状态 事实上 她之所以昏过去 主要是来自机体的自我保护 小妖进击的冲击 毕竟还是太过强大了 而苏菲压根一点准备都没有 见她似乎还不愿意醒来 奥萨罗咧了咧嘴 四眸之中火光一闪 苏菲 醒来 她用一个轻柔的吻 将她吻醒 苏菲张开迷茫的眼睛 疑惑地望了望四周 这是哪里啊 她的声音又干又色 奥萨罗并不回答 她用魔法将苏菲拖着 送入那个银白色的泉水之中 让那银白色液体 没入她的肩膀 别为你的加摩诺罗进阶了 奥萨罗迎上苏菲 疑惑地视线 你的身体受到很大伤害 这魔王之泉的泉水 会对你有帮助的 现在你必须稳住你自己的状态 然后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 她停下来 是以她快些开始 在她讲话的时候 苏菲也已经发现自身的变化 贝蒂娜曾经跟苏菲提过 魔王之泉和神王之泉 事实上 在苏菲看来 这液体很像是当初奥萨罗 为了保护自己的臣民 而受伤的时候 用来疗伤那纯黑色小瓶子里的东西 她朝魔王大人点点头 盘膝坐好 也许是那银白色魔王之泉的影响 她很快地就进入了状态 小黑的进阶 激发她身体之中 长期积累来自极品人参 等珍贵药材的灵气 这些灵气之中 大半都随着她的消化排出体外了 能够吸收的 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还有一小部分 被储存到她体内各处血液 骨骼和经脉之中 当然 这些灵气 对于仅有魔法武器体系的意见来说 或者 对于意见其他人类来说 没有多大作用 但是对于同时拥有神魔二族血脉 而又与神族魔族截然不同的苏菲来说 却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魔王大人曾经说过 其实按照苏菲这种神魔共存的情况 是很难存活下去的 而她却一直生龙活虎的 其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那些灵气 一直在不断地温和地平衡着 调节着苏菲身上强悍的 桀骜不驯的神族和魔族的血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苏菲终于从冥想状态中清醒过来